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愿景目标 我们是在推动台湾文艺复兴 这跟在学院里面教书 做研讨会不一样 我们在做 因为他们都是实际工作者 他们都是手做的 我们做什么呢 我来回应斯坦福大学新任校长 拉文的通财教育的观念 我们就是要培养大家 我们的观众 批判和道德推理 创意表达以及理解多样性 当然培养一生不断适应的能力 我们所作所为 为什么要文化再现呢 历史记忆及文化再现 是台湾主权独立战争的最前线 我们从去年9月4号开播以来 我向观众朋友报告 每一集 每一天的每日一书 请直接上我们的粉丝专页 你就打胡宗信 新闻大解读 其实都在里面 等于是新闻大解读的百科全书 都在里面 收视观念改变了 我们的对舆论的 新闻的资讯观念改变 请大家善用 同时因为这一天 有非常多的粉丝 应该说铁粉或钢粉 或加等下奈米钢粉 都是期许很高的 我把你们的鼓励当做责任 我还是要引用 因为有些人说 能不能换到别台去 我打死没退 不可能去北台 哪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因为以免这个 郭董事长王总经理误会 像我在中 表态一下表态一下 因为这位观众说 能不能换到其他台 我就不讲 我们已经是主流了 跑在前端领航了 郭董事长王总经理 给我们自由发挥攻坚 我们的工作同仁 非常认真努力 怎么可能移到别台呢 我再讲一次好不好 我要跟马哈迪一样 做到92岁 你要不要30年 不小心脱落零零 我们坚持愿景目标价值信仰 第二 什么态度 我要引用《易经》那句话 当然大家的肯定 我跟各位讲 我不会自我感觉良好 新闻每天从零开始 一个评论节目只有20小时生命 你过了下午1点钟 晚报只剩8块钱 日报只剩8块钱 不值钱 我非常知道 新闻要不断推陈出新 于是这是我们座右铭 天行见君子以自强不习 第四分君子以后德载物 自强不习 抱着同理心 仁慈之心 悲悯之心来看待事物 这是我的简单报告 左隆请 是 胡大哥在节目当中提过好几次 我们这个是一个新的课纲 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要谈的是 这个文化产业 但是稍微前面很简短的讲一下 跟这两天有关的一个时事 有某一个宗教团体的电视台 他播了一个连续剧 然后在谈的事情是谈 日本时代的从军看护赋 那么就是护士 结果播了两集 他就自动下架 刚才有提到历史记忆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 后面这栋建筑物 我相信大家眼尖的观众 已经非常熟悉 这就是目前的台大医院 那么在台大医院的前面 这是当时总督府台北医院 这个看护赋研习所的毕业照 各位看在毕业照当中 这个赤石智慧 当时的日本的红石智慧的贵宾 后面毕业生当中有穿和服的 有穿洋装的 那么有穿洋装的 一定都是我们台湾的奔岛人 那么这些护士 他们必须要在高女 就是高等女学校毕业之后 然后在这边研习 至少两年的时间之后 才能够成为这个正式的护士 这张照片就是从军看护赋 其实日本从军看护赋的历史 非常非常的悠久 从1895年日清战争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是跟英国的南丁格尔一样 照战地去协助这些受伤的 敌我的官兵 敌我的官兵 那么很遗憾的 这样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连续去 播了两集就下架 但是别人不敢讲的 我们这个节目照样讲 我插一下 有人说那能不能播放梅花 也不会 你又才能播梅花 对不对 也不敢播了 对 因为里面漏洞太多了 所以以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再针对这个专题来讲 今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沙隆文化 那沙隆文化旁边有两位专家 日本时代的时候就有沙隆文化 其实沙隆文化的起身 从18世纪的时候就开始 各位看到这张 是在20世纪初期的巴黎 它的沙隆里面的照片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就是大家待会也会提到音乐 然后文学 艺术 还有后面的绘画 这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那日本随着大政民主时代的展开 整个欧洲系统的文化 大量的很快的就流入日本 那么虽然有人说 有人说在1906年的时候 东京就已经出现台湾 这个咖啡店 当然台湾的饮茶店 但是正式的日本的饮茶店 是1911年的时候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在东京的营作 那个时候有一家咖啡屋 叫春天咖啡 它是用法文 法文的春天来命名的 那么这个主人是东京美术学校 毕业的松山省先生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墙壁上面有很多的涂鸦 都是当时的这些名人雅士 去造访咖啡店的时候 上面所画的一些画 那么这样的一个风情跟文化的传统 很快很快的就从日本本土传到台湾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是在目前的延平北路跟南京西路口 的一栋建筑物 那么这栋建筑物的二楼 重点在于二楼 就是当时1931年 由杨山郎先生 画家杨山郎 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的哥哥 他所开设的文化沙龙 也是台湾第一家本岛人 所开设的文化沙龙 在1931年 在这一栋建筑物的二楼 名称叫做维特咖啡 那么他呢 是少年维特环老维特 歌德的文学的 对少年维特环老的 也有典故 所以其实这些都有典故 名称都有典故 当时我们可以想象 当然现在已经这个 原貌已经不在 这是在这个永和的 杨山郎的画室 纪念美术馆里面 他的一景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 在这个沙龙里面 有音乐 有绘画 有文人 那么甚至可以谈政治 甚至谈生意 是把它做成一个 就像西方的沙龙 真正的沙龙文化 那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原先的这一间 维特的大厨 大厨 这个廖水来先生 他后来就离开了 这个维特咖啡 1934年之后 他就自己开了另外一家 这个胡大哥的父亲跟母亲 就在那边相亲的 波列路 所以胡大哥 从日本的春天咖啡 到维特 到波列路 这里面的命名都充满了 文学 艺术 音乐 舞蹈 这样的一个气息 波列路拉威尔的剧区 就是华国音乐 对 所以可以想象当时的沙龙 它所组成的内容会是什么 但是随着时间 还有日本的流行 单纯作为画廊 或者是文学家聊天的沙龙 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一些直变 那么到了1930年代的 这个特别是后期的时候 单纯的只卖咖啡的地方 有点难以为生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李火箴先生的照片 这个地方可以take近一点 这边就有用英文写 当时最流行的 这个现代主义的这个字体 写维特 那么在刚才内栋建筑物的 这个旁边 有个可以进去二楼的地方 这边还有cafe的这样的字眼 所以慢慢的 这个维特咖啡 也演变成说 不是只有卖咖啡 还有卖酒 那有卖酒 原本来服侍的这些 这个 女服务生 就慢慢有些客人 熟的客人说 你也来旁边稍坐一下 本来稍坐一下 坐一坐 就常常坐的那些 变成是 所以就是我们大家所听过的 所谓的女擠咖啡 但是酒楼文化跟女擠咖啡 文化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然后一样的道理 这也是李火箴先生的话 这个的照片 这是目前这两张 是目前唯一保存的当时 维特咖啡馆的样子 那二楼各位看到 那个当时是台湾神社计 所以二楼的这些女警 也探头出来看 慢慢慢慢这些咖啡文化 就有出现了一些 黑色灰色的地带 那到了战后 到了战后更明目张胆 那么这个 因为那时候的政府 禁止就有点像现在 某个国家有禁奢 打摊 那所以禁止所谓的咖啡酒楼 然后咖啡厅 这些名称都不可以有 所以名称全部都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照片上面写的 公共食堂 所以战后维特咖啡 有一段时间就改成 万里红公共食堂 那经营者还是同样的 结果发现没有多久 招牌就被拆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不能有红 红就是共产主义 因为我们要反攻大陆 所以我们不能够有红这个字 那么后来 这个不能有红这个字 好了 那就干脆改成黑美人 那很多人想说 黑美人这个字 也到底从哪里来 一开始我也不太懂 因为我们都认为说 一白遮三愁 要有白 皮肤要白 怎么会是黑美人 结果发现黑美人的名称 原先是从英文来的 All Beauty All 台语 台语 All All Beauty All Beauty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创意 那我甚至我也有在想象说 他会不会是从斯汤达尔的文学 红与黑 那边 红的不行 红的不行我就换黑 所以现在目前南京西路 跟这个延平北路口 这一栋建筑物还是被保留下来的 各位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 我非常佩服王总隆兄把这些 照片的建筑 我曾经谈过紫上明治村 我乐于很高跟进 我就邀请林忠葵先生 日本民国真的有个明治村 把那些明治建筑好好收集 然后重新建构 我相信水瓶子你应该 还有包括我们那样的 安琪小友应该可以谈 难道台湾不能有建立明治村吗 还是像那个北投 我说在 弄到彰化再送回来 迷茫 放在不日元来的地方 一番争论 刚刚讲到这个沙罗文化非常重要 他缔造了法国大革命 不用讲 革命分子的温床 摇椅上的革命家 最主要我希望大家读这个 楚威格 也就是奥地利一位知识分子 楚威格所写的《昨日世界》 他对一百年前 就是1918年之前的 一战前的威尔纳的生活 他里面强调威尔纳的咖啡馆文化 他说你早上到咖啡馆去 可以同时看到二十份报纸 因为连夜前夜 欧洲各国的首都都用夜快称 把报章杂志送到咖啡馆 那大家看到自己的语言文化不同 读 读完讨论 他说你一大早到咖啡馆去 可以读二十四份报纸 杂志在这里 脑力激荡 知识分子 他所描写的《昨日世界》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每天都有二十四个人给我拿 我用泥彩的话说 炸炸一直炸 脑力激荡 脑力激荡 我常常翻作脑力激荡 brainstorm 翻作大家一位 刚才那位也参加 这个护理那位 杨夫人一定懂 brainstorm 头上来面做红胎 我听到大家的条件 来 谁意思 介绍你所收集的非常多的 因为你是这个文化展 然后你本身又学地质 你是第一位用空照图 没有无人飞机师在用空照图 来介绍台湾文史的一位 来 请 好 各位朋友 我其实在经营青田七六 所以我自己挂一个文化掌的名字 因为自己觉得很缺乏文化 好 这一栋房子 位于青田街 我们台北东门丁外这个地方 当时在日本时代叫昭和丁 非常漂亮的一栋洋河混合式的房子 那在几年前同学来找我 一起经营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这个行照图又出现 这个是1956年的行照图 大家可以发现说 青田七六在这一边 那这一边是战后所盖的房子 从这个行照图你就可以发现 为什么战后的 盖得比较穷困的样子 比较没有风格 反而是战前1930年代 台北帝国大学成立的时候 这一区盖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一区是高等学校 就是师范大学 他们老师所居住的地方 这两区在今天的青田街的 单树像跟双树像 它是充满了洋河混合的房子 这些日本教授 日吉教授 从帝国大学成立的时候 就开始想要在这边 买自己的地方 盖自己的家 所以它设计的融合了洋室跟河室的建筑 好 我们同学开始经营这一栋房子的时候 就想说我们是地质系毕业的 我们地质系的分数都不高 我当时是因为成绩很烂 所以才进台大地质系 因为可以进台大 然后想要转系 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学 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 都想要转系 我一进去也不例外 可是功课太差 所以转不了 所以就把它念完 然后念完之后 因为喜欢在文化沙龙 咖啡馆里面混 同学就找去说 你很喜欢开咖啡馆吗 我说对 然后就找我一起开这个地方 好 我们刚开始 最先只是想说 就马庭教授地质学 做地球科学的展览馆 教小朋友地球科学 可是我们去找出马庭教授 他以前在日本时代 他是东北出生人 也就是满洲人 好 那他出生的时候 为什么到日本念书 而且是念地质学 我在推测 他应该是 因为家乡有煤矿 所以到日本去念地质学 可以未来回乡服务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他老师 那想多了解马庭教授 一连串下来 就放了这个我们所收集的岩石 可以来描述台湾岛的生物多样性 来描 放这个366花 好 那做这样的地球科学的导览 可是越挖越多 发现了这栋房子 洋河混合 后面还有很像文式的玻璃屋 然后小朋友呢还可以在这边游泳 然后我就回头去找 日本时代的屋主到底做什么研究 竹利仁教授是研究甘蔗的 然后他儿子也有写日记说 他爸爸因为他小时候气喘身体不好 所以盖了一个游泳池给他游泳 后来就身体非常好 而且还得过奖牌这样子 那这一位这个屋主呢 曾经有回来过 那我们就把马庭教授时代 这个屋子曾经被当成上下铺所使用 还有他儿子所收集的黑胶 还有这个多幅窗 为什么这边会有厚纸板的故事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一栋合适的这一间房间 就可以讲一个多小时 从日本时代明治维新 一直到马庭教授所使用 都可以再讲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画出来 发现植物非常多样性 有南洋的植物 也表示在大正年代 1920年代 日本对于农业的南津政策 这些教授就follow他们国家的政策在这边 好 那这一位就是盖这种房子的屋主 竹利恒教授 这一个他太太呢 是林木冠太郎 战后 战后打那个最后一任的首相 他的女儿 所以这个竹利恒教授 其实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好 那所以我们后来就 把竹利恒教授跟马庭教授互乘 然后来讲这边的故事 可是没想到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讲不完 所以就 甚至是前任屋主 这个是在这边游泳这个小朋友 他带他太太回来 八十几岁 然后又带他儿子 带他孙子回来 然后一回来 那个马庭教授的大儿子亮轩老师 也就跟他们在这边画家场 那我们也就送上甘蔗汁 送上甘蔗汁之后就发现 这个小孩 就是竹利仁教授的小孩 就马上跟孙子讲说 你看这个就是我 你阿公 你阿祖的研究 就是这一个甘蔗汁 原来水瓶子先生读台大地质系 我讲个真的故事 我们台湾有一位 最前端的电脑专家 叫02教授 电脑音乐 01 022 他早期读台大电机系 就满脑子都在弄艺术音乐 所以他说台大读了7年 他是台大艺学系毕业 这个有趣的意思 你是4年毕业 他7年毕业 好 我们来自高雄的文史工作者 蒋耀玄先在府尾 经营 也是维持工作 台湾有一个行业 从来没有被探讨 糖业 他下次要介绍糖业 我很想问他 我甚至到亚马亚家去过 亚马亚家有这个RAM 就是糖做的酒 蓝母酒 RAM 我想问他说 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好的糖业 从来没有产生蓝母酒 我要问他 耀贤兄 准备好 我很想 那个大爱 那个叫什么片名 大爱电视台那个 自主之爱 自主之爱 那是一个 说对日本兵美化之嫌 好 为什么刚刚特别提到 刘家昌所指导的美化 抗日总可以吧 他也不会播的 不知道播 播抗日看看 不要播就不播 他没有信心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问题也是 我希望大家好好来思考说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什么叫信心 虽然这日本人讲的 深惑我心 天江喜酒教授 他说的 历史记忆及文化在线 是台湾主权独立战争最前线 曾经被遗忘的 台湾人的战争记忆 与被日本统治50年的记忆 如 我说过 我变得海啸了 如风果浪 一波一波的推翻过去 中国国民党所塑造的国足想象 我们就封狗浪 什么叫封狗浪 可能一两个送上岸 其他卷入海底 我们要重新建构 这个国足想象 好 难道只有过年前除夕去 迪化街吗 来 我们播放一段 华馆长带来的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父跟孙子都是有所成的 一起吃饭 期间 因为传统董事长常看我们节目说 周英雄能不能介绍你所介绍的迪化街 大条铁 我才是我的旺旗不吝点 我知道 请之下说 请收看新闻大解答 好 我今天找到一个现身说法 坦白说大条铁 我们也了解有限 叫我在许炳的孙子面前 媳妇面前讲这个 就是关东面前玩大招 怎么讲得下去 人家喜丙离土都是迪化街出生的士生 来 好 今天找到一位 樊安琪小姐来 收给喜丙家族听 他们的媳妇她在耳里听 来 讲 请讲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事 其实就是我们工作的 迪化207博物馆 大家刚看完影片一定会想说 这个博物馆究竟是谁在经营 然后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那开多久了 现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是由陈国池女士 他所买下的这一间房子 免费提供社会大众对外参观 我们在博物馆开多久了 其实我们是只有开一年而已 我们这间房子是2016年买的 中间有整修了一年的时间 2017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对外开房 2018年都到现在刚好满一年 整个参观的人数 因为迪化街的参观人潮算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在一年内就有10万个人 来看过我们的这个展览了 那这间房子有什么特别的 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栋房子是个历史建筑 大家听到历史两个字就会觉得说 哇 好像要很久很久很久的房子 才能当历史建筑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栋房子的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当中 大家发现旁边的房子跟我们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它在迪化街当中显得独特 所以它是一个历史建筑 第二个原因就是它有大面积的开窗 然后呈现出不一样的时代风格 那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精湛的摩石子记忆 像刚刚在影片当中的话 就有介绍摩石子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的创办人是我们的陈国词女士 那陈国词女士是这个照片当中这位女士 那陈国词女士她其实在经营 迪化207博物馆之前的话 她曾经经营过台北故事馆 跟辅台街羊楼 只是这两间房子呢 不是她自己的 这两间房子呢 其实是跟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一个合作 那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经营权 例如说台北故事馆 我们就经营12年 从2003到2015 那辅台街羊楼是2009到2012 那中间其实有断开了一年 那我们团队才又开始新的计划 来进行这个 迪化207博物馆的一个开展 那迪化207博物馆 它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个它是我们自己的房子 就是创办人把它买下来了 所以整个自由度跟活泼度会比较高 那你现在看到这边有很多 穿红色衣服的人 有些民众的话会说是 红狗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志工 跟以前的工作同仁 那所以每次只要有活动的话 大家都会来协助 那经营这个博物馆 当然要非常大的人力 所以我们的志工 现在有50多位志工 来support这个计划 好 那讲到文化经营这件事情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做任何的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例如说你这间博物馆 开馆要做什么 那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些 经营的规划 然后还有一个开放的时间 那如果今天大家之后 可能要做这样子的文化事业 这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钱投资下去 就是不可以白白的浪费 好 那这个是我们对经营政策的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低话街都是街屋 街屋都是黑黑暗暗长长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大面积的一个开窗 那民众经过就会想进来 所以就会有这样子一个 吸引民众的一个方式 刚刚的影片当中 大家应该有看到有很多个展览 应该影片当中有四个展览 大家会想说一年当中 为什么迪化207博物馆 要一直办展览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每次办一次的展览的话 我们就可以对外发新闻稿 做文化事业其实不外乎说 就是希望多点人来参观 然后把文化的一个讯息给推出去 所以每次我们在办活动的 当下或是在展览的开幕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对外的一些发布新闻 那也会希望说民众他可以透过 每一次的新闻媒体的介绍 来到一个博物馆 不然其实最近博物馆会有一些新闻 例如说开馆一年后热潮就会退掉 或者是说开馆一年后 它的整个状况会跟以前会有一些调整不一样 但我们会希望维持的这个热潮 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迪化207博物馆 那展览的内容呢 我们都比较focus在台湾生活文化上面 因为创办人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主要是推广台湾的生活文化 那在一个在地性就是迪化街的一个博物馆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让在地居民可以认识我们 不瞒大家说有个很好玩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开馆前 我们这栋房子有一年的时间 在做一个整修 然后我们的邻居都是商业人士 他们都很好奇地说 哇 这家里要做什么 是要炒地皮的 还是要怎么做 这一个月的租金算了多多 整年都崩溃 开了之后更糟糕 因为我们还开冷气 他说怎么算都没够 还请人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在地居民了解我们 我们要讲台湾的文化 也要把他们的文化 跟他们的生活带进来 所以我们在一个整个馆的营运的时候 会希望跟在地的店家 或是老的骑老做结合 像这张照片里面 这个中间的这个女士 其实是小海城华庙 非常有名的陈文文女士 我们这次的送礼人生特展 就是跟她来做一个结合 她也来跟我们讲 关于月老跟大稻臣的一个故事 这张照片就是 迪化街非常著名的南北货 天山行的那一个 周家安 周老板他们家 大家都知道迪化街 有很多的南北货 可是大家会以为说 那是台湾的南部跟北部的货 全部集来谈 哪一迪化街吗 在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迪化街以前船会出去 不可能空船进来 所以它的那个南北货 是世界的南北 绝对不是台湾的南北 或是中国大陆的南北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展品当中 有日本的高帽子礼盒 然后还有一些酱料 民众就会问说 日本东西怎么也会有 其实这是迪化街的一个特殊性 它是一个国际贸易 好 所以就是跟民众介绍 迪化街的南北货的由来 这样子 最后其实我们这个老房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旁边中间这一个 就是我旁边这位帅哥 水瓶子先生 什么任务这么重要 一定要有他 因为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在做老房子再利用的时候 可以有不同的屋主 不同的伙伴们来这边做分享 迪化207的活动只办两种 第一种叫跟展览相关 跟展览相关大部分都是会跟一些 老师们或是一些街房邻居等等之类的 来谈历史的部分 第二个活动叫做老房子系列活动 老房子系列活动 其实就是请向水瓶子大哥这样子的专家 来我们这边分享他老房子的经验 然后这两样的持续的活动办下去 我们希望说不断的做就会一定 有一些的影响力 然后带给大家这样子 我要谈明治村的观念 我们知道在东京有个帝国饭店 但现在帝国饭店已经打掉重做了 战前的帝国饭店大厅 他整个搬到明古屋放在明治村里面 日本人用心 台湾有人这样做吗 台湾也许过去开发过程中 猜就猜了 看看实践大学建筑系教授 李清之教授的呼吁 我完全同感 他说历史建筑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出村所 台湾虽然没有类似明治村的建筑收容所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我觉得讲很好 我在做这个事 我绝对不是我夸下海口 我说我们已经是主流跑在前端顶 已经是了 但是我们继续要呈现愿景目标价值信仰 这个根据台湾的人文底蕴 历史记忆 人文关怀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目标 我要强调这一点 我曾经在自由时报写社论 五年 竹笔 每天都要跟自由时报的发行人 吴阿民先生就要谈 谈社论题目 来喝咖啡 我说为什么叫我喝咖啡 在我们日本时代 如果喝咖啡是很高兴的事情 还吃牛排 所以我跟他吃了五年 喝了五年咖啡跟牛排 要高兴 原来 因为吴阿民先生说 22岁以前我是日本人 跟李登辉总统跟彭米教授一样 他们都是民国12年 1923就大政12年 他们的年少时代 青春时代 经过咖啡文化 文明开发社会的影响 所以可以注解呢 索隆兄 请 好 看影像 东家 中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 我正在推动 台湾文艺复兴 别的政治评论节目 不做 我们来做 而且产生非常震撼的影响 非常清楚 佐藤兄请 好 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 是由黄思豪先生提供的 1933年所录制的 青春梅所演唱的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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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咖啡是不是很高充的事情 在那个时代 很高充 本来就是文人雅士 常常去的地方 怎么说喝茶 我喝咖啡比较高充 欧洲的西洋文化 从大正民主那时候 开始传进来之后 咖啡就成为一种文明的象征 那英国校园 怎么没有进来 紅茶我们本身就有了 而且台湾是出口的大宗 是出口的大宗 红茶就好了 对 所以 所以我们今天很快看一下 这个是在巴黎 当时的cafe salon 前面的景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当时的女性 跟之前已经有很大很大的差别 那么 那个时候的女性 相对的 她们的知识 跟经济也比较独立 所以能走向户外 当中引领整个 这个20世纪初期 那么20年代 上年代最有名的 就是Coco Chanel女士 所以那个时候 你各位注意到 女性的象征的长法 她已经把它剪断了 这样的风潮 其实也随着日本的流行 流行到台湾来 所以可以看到 当时cafe的 为什么刚才提到 cafe本来是 要给文人雅士的地方 后来开始有了女脊文化 我想因为主要是 杨三郎的哥哥 杨成吉 那时候没有认识华館长 这么会宣传 所以造成 这个生意越来越不好 所以需要有这个女脊 这个是邓然光先生 所拍摄的照片 那么当时的cafe 跟我们现在想象不太一样 它不算是一个 风化的一个场所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李总统的学校 高校生 对 这个台北高校的学生 他们也会到 这个有女脊的cafe里面 去干嘛 喝咖啡 喝咖啡 后面一定都挂着名画 那么今天最后 我要讲一个 在我看了这么多的照片当中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 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 李火箴先生的照片里面 维特咖啡 这已经被查证 考证出来 维特咖啡的二楼 出现了这位女性 出现了这位女性 就是当时的 这个维特咖啡的女脊 他在 接下来 简老师所 简永斌 简老师所提供给我的 一个前辈摄影师 他的照片里面 也有这位女性 他是谁 同一个人 然后还没讲完 邓南光先生的照片里面 也有这位女性 那表示当红的 对 然后李火箴先生 所拍摄的照片里面 还是这位女性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他最后考证出来 就是维特咖啡的女脊 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可见 当时他在大稻埕地区 一定是最红的一个女脊 那时候的网红 对 那时候的网红 有没有朋友说 什么网红 什么红不重要 当红才是红 对 当红记得这句话 我不是卖梁家益生俊 但是我要讲一句话 请继续看下去 对不对 把盛竹签的话拿来用 讲不完 本来我是很偶然 请这个 这个左龙兄来谈 结果他每次都留一首 还有继续谈下去 现在变成说要讲 要讲到92回 拜承了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好 继续讲要去 好 时间关系 我只能请水瓶子 跟华馆长做简单的 一种心得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 保存台湾的文史 人文底印是如此的重要 这才是我们的根 来 水瓶子兄 好 我们简短的看一下 这张照片 其实它有黑胶 也有茶叶 也有研究甘蔗 蔗糖 用化学实验的模式 来做台湾农业的现代化 这个就是1930年代 我们在青田街的街区 跟刚才总工大哥 讲的是一样的那个年代 所以那个年代的教授 就是过这样的生活 好 那我想tag一下 我们的一段影片 假人的影片 我们青田七六所拍摄的 那很快的说明一下 这一栋房子 目前所做的事 这边有一个人拿着蜜 所以我们也有卖米 也象征当时做金永吉 做农业研究 那我们进去要脱鞋子 一进到这种洋式的客厅 有一些陈列物 陈列马廷教授所做的研究 然后也有书柜 也放了当时那个年代 所有的一些生活的方式 那这个是很大的 很大的当时的厨房 就已经很大 现在我们做吧台来使用 这是当时住家的食堂 吃饭的餐厅的地方 那因为上去年非常流行假人 所以我们就让我们的员工 来参与这个假人活动 那如果仔细看这段影片 可以发现说 我们员工对这个地方 很有认同感 他在这边 我们开了七八年的时间 他们有些人 都已经做了七八年的时间 那好像说我们员工很多 其实没有 他日式房子的扣通性很强 所以这段影片仔细看 有的员工出现了两三次 他就是跑来跑去 那也有请插花老师来做插花 那这一栋就是合适的两间的房间 也是主人的客厅 所以这栋房子很像招待所一样 这个房子里面有两个客厅 可以接待客人 一个是日式 一个是阳式 那这个就是我 我已经出现两次了 那最后呢我们 我还出现第三次 在做一些文化导览讲解 旁边的岩石墙 这个导览的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早上导览 中午做餐厅 下午做咖啡馆 晚上还有晚餐 这样的经营模式 希望可以活化 这样的日式建筑 他很高兴他被指定为古籍 所以不会像很多房子 需要被移动来移动去 我觉得那个是最后不得已的办法 就是如果没办法保存 就是用移动的方式 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我今天中午在我的主持广播 跟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 蔡元宁教授 水源路的圆圣灵 蔡元宁教授 他是台南人 台南当地人 因为我们最近探讨是 君士坦丁堡三千年史 探讨耶路撒冷三千年史 探讨麦加的一千年史 他要说感慨说 为什么很多好的作家 西方的作家 包括阿拉伯的知识分子 都会探讨他们的城市 千年历史 他说为什么台湾知识分子 不会写 至少台湾某个城市的四百年史 因为我觉得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也许知道 伦敦 华福 芝加哥 但是却从来不知道 像台南市府城 或台北市 主要是两个城市 或台中市 城市历史是很风 多彩多姿 但是就缺乏城市史的论述 这句话典型我 我们未来要与建筑 美学 音乐 各种景观 来探讨台湾的城市史 我们先做 我想这一点时间 全部给馆长 把它收到完 请 来 这边跟大家分享 刚刚呼应一下 胡大哥的话 房子留下来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是台北故事馆 经营房子一共有经营12年的时间 后面这间是府台阶阳楼 有经营3年的时间 这是团队的部分 为什么要说有什么 对于历史有什么主要的注意呢 这张是台北故事馆的 现在人家说后门 但是也有可能是正门是靠河边的那一张 老照片的一个老照片的部分 老照片里面其实有 陈朝骏的先生在里面 这张也是陈朝骏他们家族在后面的一个 陈娘的一个 第一代明治桥 好严厉 很好 茶叶这件事情 我们在展览里面一定会开 因为开了房子总是要有一些内容 这是茶的展览 一些关于台湾生活文化的展览 像这是算命的展览 这张照片一定要特别地讲 这是陈朝骏先生的照片 房子开了 谁来了 陈朝骏这是他的女儿 有没有一点点像 他的外孙女来了 其实老房子留下来 跟清田七六的故事会非常地像 就是房子开了 后人都会来了 后人来的话 故事就可以说下去 这是我们在故事馆办过的一档展览 这是婚纱的故事 这是陈朝骏的外孙席所穿过的一个婚纱 也回来了 房子只要一开 就会有很多的故事 这个故事更特别 这是我们在经营府台街洋楼的时候 我们房子开了 当然要找他的历史 我们去日本 终于找到了高石宗教的后代 这是高石金子女士 她手上的这一张照照片 是府台街洋楼刚落成时候的照片 这是高石宗教先生 拿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发现 跟现在的府台街洋楼会有一点差异 因为其实台湾没有找到他之前 只能从其他的资料来佐证 进行一个修复 房子开了人就会来 故事就会来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些照片 同时也可以了解到 其实在日治时期的初期 其实台湾是一个拓荒的天堂 因为它没有日本的法规 那么的严肃 所以高石宗教先生 高石祖他们在台湾 做了非常多的创新的事业 像是钢筋混泥土 其实在日本本地 还是非常地严格的一个控管 我在这边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就是当这些故事的开始 不断地出现的时候 这是他们那时候的工作服 这是我们经营的时候 最后再回到 迪化207博物馆 房子开了 什么东西来了 当时迪化207博物馆 以前是一个广和堂药行 他们自己有养蜂场 这是蜂蜜上面的一个logo 它的一个商标 这是我们的漂亮的魔石之蜜蜂 这些后人 他们会陆陆续续的把东西送过来 这样子城市之所以伟大 就是历史 他可以继续的往下面讲 非常好 我在听三位讲述的时候 我在私下有点抱怨说 以前我这台湾史老师 怎么都没有教我这个 我那时候台湾史老师有两位 一位是杨云平先生 是鼎鼎大名的权威学生 有一位是荒豪教授 他也是浙江人 因为天主教的修士 他也研究台湾史 但那个时代 他都没有告诉我们 台湾真正的民间力量 我希望各大学的相关科系 创新也罢 历史系也罢 或种跨界整个 看看民间力量多大 这是我最大的感想 于是 我礼拜五 你看左隆兄今天穿着 就是cosplay 应该日本时代去喝啤酒就这 应该cosplay 好 我要考察哪一次神翁特工队 看能不能找到制服 切磅也可以 你要表演一下 如果你找到神翁特工队制服 我那天一定对你90度鞠躬 好 所有的资讯 请直接上 湖中信 我们的新闻大解读 都在里面 来不及看 你就看这个YouTube都在里面 这本书是大学读的时候 还是试懂会懂 尼采的精神志传叫乔 这个人语出 罗马总督 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 他说乔这个人 有点乔不起 但是被他乔不起 这个人改变了历史 其实尼采以这句话来制况 他留下几句话 我觉得给各位很大的顾 他在寻求自己跟世界 我为什么如此智慧呢 我为什么如此聪明呢 我为什么写出这么好书呢 我为什么是有这种命运呢 他在自问自答 在悠长的哲学史 尼采无一定为自己的思想与写作 建立了清楚的品牌 在他表面上 可能令人望之深艳的 自大口纹底下 蕴含了深层关怀 以及他对人本 自己身份认同 以及全球全世界的罪行 这一点 他留下了非常好的 精神跟哲学的罪行 感谢三位 我就引用圣竹签的话 我会继续看下去了 谢谢 拜托各位再来 谢谢